鸭皮 鸭肉 小葱花 黄瓜条 真香啊 兄弟们 今天咱要探这个店非常有意思 这是我一个大厨粉丝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现在他离开天津市去别的城市工作了 让我去帮他找找回忆 今儿咱就替他完成心愿去 我现在在河西区的环湖西路 今天咱们要去的就是这儿 一个大牌楼 宝宣渔府 这不是饭店 这是个大酒店啊 您好 两位 这点菜区域真大呀 各种海鲜呢 生蒙海鲜 大生蚝 海鱼 扇贝 还有海胆 三个招牌菜是清蒸带鱼 鱼豆泡饼 还有烤鸭 那来个烤鸭 精品酥饼烤鸭 现烤是吧 四五十分钟 咱那个粉丝朋友就是做烤鸭的以前是吧 所以咱来份烤鸭啊 让你找找回忆 茶位费每人三元啊 包含一个小水果拼盘 还有一壶茶 在咱们北方有茶位费的店不多是吧 想去广州来了 先喝茶 没想到没想到 这店的经理竟然是我的粉丝 这个死活非得送我们两个扎钩啊 刚炸的二点扎钩 让我们尝一尝 盛情难缺啊 我就尝尝 这点炸钩就是好吃 尤其是这种刚炸出来的 半酥脆 特脆能听见哈 好吃 点了一个烤鸭 点了一个菜 烤鸭得四十多分钟 这菜上来了 烤鸭先烤 烤鸭先烤 笔馆油炒小白菜 小鱿鱼 然后白菜鸡蛋 还有磨鱼丝 炒得不错啊 很清淡 那种海鲜的鲜味还挺足 里边应该有虾皮我感觉 鲜虾味还有香味 海鲜味特别足 小鱿鱼 小鱿鱼不算Q弹 有点发便了 咱先吃着吧是吧 这四十多分钟 你要不咋等着 这也得凉了 先把这吃了 这鸭子等了快五十分钟了 咱去看看去啊 看我们那只鸭子在里边吊着 就那一只 多孤单 终于好了 一个小时多 开片了现在 饿死我了 这要是万一不好吃 我尝死我就毁清了 酥皮烤鸭啊 看着还是不错的 这个小配料也是比较齐全的 先尝尝这皮酥不酥 刚烤的就是好吃 泡酥一咬一抛油 小鸭腿是怎么着 让你直接啃着是 像广东的烧鹅吗 真酥 不行了先来一张饼 赶紧吃 饿死我了 鸭皮 鸭肉 小葱花 黄瓜条 不知道是我饿了吗 真香啊 它这鸭子啊 没有一点怪味 腥味油味都没有 看这小鸭饼 薄的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 吃烤鸭就爱放点糖 反正我是从来不放 就是鸭子 然后葱 来个黄瓜条顶多 是不是南方朋友吃烤鸭 爱放糖啊 看看这鸭肉 也是油汪汪啊 特别嫩 但是大家你们看这盘子里 根本就没有油 烤得不错啊 一吃烤鸭就想起那天下无贼了 想起刘热鹰了 鸭架咱今天没喝汤啊 做了个椒盐的 鸭脖子 自己吃了半只了我 就剩两桌了 人都关门了 猪母 撑死我了 有点吃腻了 你们看我吃了一罗饼 这顿饭两个人267 然后这个烤鸭是189一套 我觉得鸭子做的是不错啊 可能也是现烤出来的 香 送的那耳链炸糕也挺好吃啊 今天咱们替粉丝完成心愿 也算是圆满完成了吧 就这么着吧 拜拜啊 下次见